飞玉清已经退出娱乐圈三年多 没想到近日频密传出他已经昏迷病危的消息 昨日 多年好友黄安首次发文回应 并曝光此事真相 已日议 文中黄安气愤地表示 关于小哥重病的八卦真的太假了 黄安透露 飞玉清已经退休 按照他低调的性格没有人能找到他 更别提被狗仔拍到这么多照片 事实上 网上流传的照片都是一花接木的老照片 黄安也坦言 现在没有人能找到飞玉清 作为多年好友的他 目前也没能联系上飞玉清 据悉近日有台媒爆料 今年67岁的飞玉清突然病情恶化 在医院昏迷半个月 生命垂危的消息 媒体还爆料 飞玉清有一个私生子 众所周知 飞玉清一直没有结婚生子 只在年轻时和一个日本女孩定过婚 对此 黄安也在声明中替飞玉清澄清 非常肯定地表示 小哥绝对绝对没有私生子 其实飞玉清退圈后不止一次被传变威 此前他的哥哥张飞也曾澄清过 如今恍安出面